姬妹给我发来她和我老公的亲密照 姐姐 希望你能助我们幸福 我一巴掌打醒睡在我旁边的几尘 说说看吧 怎么回事 几尘一脸茫然的看过照片 暴怒而起 这是诽谤呀 弄她个龟儿子 几尘的公司最近很忙 回家总是倒头就睡 我亲手亲脚的收拾好 正准备睡觉却收到一条消息 打开一看 是我的姬妹方慧玲发来的 她和几尘的亲密照 末了 还加了一句 姐姐 希望你能助我们幸福 我爸去世之后 我妈改嫁给方慧玲她爸 我跟那奶奶长大 很少跟那家人接触 但逢店过节 也会带着几尘上门去做做 最近 方慧玲总是找各种借口 要让几尘去帮忙 一会儿是租房搬家 一会儿是家里水管漏了 诸如此类 我对着方慧玲的照片看了好久 越想越不对劲 我想把几尘叫起来 喊了好几声她都不答应 我只好一巴掌拍在她脸上 几尘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 带着撒娇的声音问我 老婆 怎么了 我把手机甩给她 说说看吧 怎么回事 几尘被我弄醒 脑子还不太清醒 一脸茫然的接过手机 愣了几秒钟 输得一下做了起来 老婆 这不是我 我发誓 我绝对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努力装出正经的样子 继续发问 那为什么方慧玲会给我发这个 几尘眼里满是疑惑 随后愤怒道 这是诽谤呀 弄她个龟儿子 看着几尘一脸紧张的样子 我实在忍不住扑斥一下笑了 好啦 我相信你 几尘被我360度的态度大转变整懵了 她又看了一眼手机 而后眯着眼睛看着我 老婆 你逗我呢 这个男的圆绑肥腰 你老公的八块腹肌你认不出来吗 你明明知道不是我 我拒不承认几尘的指控 盖好被子躺下 悠悠闭上眼睛 没有悠 我刚刚真的吓到了 几尘经过这个插曲 完全清醒了 她把我搂在怀里 挠着我腰上的痒痒肉 小作精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只能连连求饶 我没有回复方慧林的消息 但拦不住她继续左腰 第二天下班前 我刷到方慧林的社交账号 她拿着一个石盒穿着吊带 画着全装 等在一个写字楼下 佩文 给男朋友送爱心晚餐 我一看定位 这不是继承的公司吗 我在附近签合同 给继承打个电话 去找她吃晚饭 走到写字楼下 我恰好看见方慧林和保安纠缠 她打声打气的说 保安大哥 我真的是来找男朋友的 让我进去吧 保安很是尽职尽责 抱歉 高端写字楼 没有预约不准进去 我撇了撇嘴 尽职走过去 招呼道 挺巧呀 方慧林看见我 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不巧 我是来给陈哥送晚饭的 几成林定是我老公 可方慧林从来不叫她姐夫 而是一口一个陈哥 我扯嘴冷笑 是吗 那你陈哥 怎么不请你进去 方慧林也算沉得住气 陈哥现在比较忙而已 我呜了一声 转过头去 刷脸进门 方慧林见我进去了 连忙对保安喊 她为什么可以进去 她耽误保安半天了 人家也没给她好脸 蒋女士是纪总太太 您是哪位 方慧林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 我懒得搭理她 直接上楼去了 到了纪承办公室 我学着方慧林的语气 陈哥楼下有送爱心晚餐的 你知道吗 几成看着我的阴阳怪气 老婆 别这样 我害怕 我仰头笑起来 我平时比较侄女 发达这种事情 确实不擅长 我走过去 在几成脸上亲了一口 我说真的 方慧林就在楼下 等着给你送饭呢 几成皱起眉头 她来做什么 我让保安把她赶走 说完 拿起电话要打给前台 我拦住几成 算了吧 闹大了对你影响不好 几成这才作罢 我想着给方慧林 留着点面子 没想到她那么欺而不舍 等我和继承 开车经过写字楼的时候 她竟然还等在门口 那个独自在风中守候 楚楚可怜的样子 真是我见油脸 看见几成的车 方慧林带着一脸委屈 走上前来 诚哥 我等你好久了 几成黑着脸看着她 我又没有让你来 方慧林眼里含着泪 我是想着你上次帮我搬家 又帮我修水管 特意来感谢你的 几成更没好气了 倒也不用客气 帮你找搬家公司 联系物业 是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 不过这些事情 你倒是可以学着自己做 闻言 我没有忍住笑了起来 之前方慧林总是缠着几成 几成最开始还客气应付着 后来直接呼叫转移 给了小区物业了 别看几成平时挺正经的 损起来也是真的 方慧林红着脸 咬着嘴唇 委屈得不行 我安慰她道 回去吧 别感冒了 妈该心疼了 方慧林瞪了我一眼 张嘴正想说点什么 几成也不管她 一脚油门 扬长而去 方慧林的爱心晚餐 没送出去 但我知道她不会就此罢休 她从小什么都喜欢跟我抢 其中最大的成果 应该就是我妈 我妈对她的好 圆圆胜过我这些亲生的 我妈改嫁之后 我跟着奶奶一起生活 她几乎不会过问我 而她这个妓女 但凡有一点头疼脑热 她都要在病床前 寸步不离地守着 没过几天 我妈打电话 叫我去她那里吃饭 我和我妈一年通话的次数 屈指可数 基本都是她找我要钱 叫我去吃饭这种事情 真是百不得一 我心里清楚 这估计和方慧林有关系 我本想找个借口不去了 可她在电话那头 声音柔弱 瑞瑞 妈妈就想和你说说话 你要实在忙 我们就去你公司附近吃饭好了 我叹了一口气 只好应下 晚上下了班 我去了公司附近的饭店 我妈倒是费心点了一桌子菜 就是没有一样 我爱吃的 她一边吃饭 一边往我碗里夹菜 瑞瑞 多吃点 我看了碗里的虾蟹扇贝 实在下不去筷子 我对海鲜过敏 我妈闻言 夹菜的手停在空中顿了顿 我放下筷子 妈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我妈尴尬地冲我笑了笑 瑞瑞呀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 几成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呀 我摇头 没有 我妈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语重心长 瑞瑞呀 这男人有钱就会变心的 几成现在公司开得这么大 说不好就在外面有事情的 我都快气笑了 老太太还真是见不得我一点好呢 我一开自己的胳膊 问道 所以呢 我应该24个小时 把她捆在身边吗 我妈一脸严肃 妈妈不是这个意思 妈妈是想说 几成的公司 是你们结婚之后开始做的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就得离婚 我妈文言 脸上却展露一个笑容 妈妈为你想过了 现在离婚 你能分道不少 如今经济形势不大好 做生意难保不会亏本 这母女俩配合的真是好呀 一个用照片来挑拨我和几成的关系 一个打着为我好的名义 窜夺我离婚 我不斗声色的问道 我要那么多钱干嘛 我妈道 傻丫头 你可以投资房产呀 刚好你妹妹想买一套房子 还缺一些首付 我想过了 你出个首付 让林林出月宫 房产证写你俩的名字 你觉得怎么样 她还真是说的出口 我嘴上扯出一个笑容 妈 要不然我直接全款给她买套房子吧 再给你和方健也买一套 也别写我的名字了 直接写你们的名字 我妈听出话里的讽刺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 瑞瑞 做人不能不讲良心 你当年读书 你方叔也是出了钱的 现在让你回报一点 你怎么就不愿意了 我听了这番话 气得发抖 正想反驳她 几成坐到了旁边 我有些惊讶地问几成 你怎么来了 几成轻轻拍了拍我的背 紧紧握住我发抖的手 我来接你下班 经过饭店恰好看见你 随后几成看向我妈 妈 我是哪里做得不好吗 非得让瑞瑞跟我离婚 我妈在背后说人坏话被撞见 脸色很不好 却没有半分要退让的意思 玲玲要买房子 你不愿意出钱 就是你做得不好 几成轻声笑了笑 妈 这些年我和瑞瑞给你打的钱 加起来也够一套房子的首付了吧 至于方惠林 我没记错的话 她和瑞瑞也没有学员关系啊 我妈瞪着几成 义正词严的说 没有学员关系怎么了 方惠也是供了她养了她讲锐的 文言 我真想站起来 一走了之 几成捏了捏我的手 示意我坐下 她神色如常 语气温和 既然您这么说 不如我们掰扯一下 当年瑞瑞一直是跟着奶奶 找方惠要钱也只是周转学费 后来奶奶也一一还上了 我妈听了几成这话 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却半天没说出一个字 几成也不搭理她 继续道 再说这个公司 我和瑞瑞刚刚创业的时候 有一次资金紧张 差点破产 我们到处借钱 您和方叔是不是说 我们的公司跟你们没关系 破产找不上你们 赚钱你们也不会想 怎么现在方惠林要买房子了 就惦记上这个公司了呢 我妈被几成一番话 对得无话可说 脸色铁青 几成这才把我站起来要走 我刚站起来 我妈就拉住我 眼神里全是厌恶 语气带着命令 把单买了再走 我轻哼一声 瞥了她一眼 几成知道我心里难受 紧紧抓着我的一只手 我爸去世的时候 我才十岁 我妈没有半分悲痛 转眼就嫁给了别人 并且对我的态度 也越来越冷漠 她改嫁 嫌弃我是累赘 把我送到奶奶家 我在短短的时间内 经历了许多变故 从那之后 我就不爱跟人说话 也不习惯跟人亲近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自己扛 在大学里 我遇到了几成 她追了我很久 花了很大的力气 我却迟迟没有答应她 她差点以为我是块石头 其实我并非没有动心 只是我潜意识里 认为自己不配被爱 不配和继承 这么好的男生站在一起 后来奶奶去世了 我妈丝毫没有要帮奶奶 料理后事的意思 我念大学 还欠着助学贷款 根本没有钱 好好安葬奶奶 这个时候 是几成帮了我 她全程打理了奶奶的事情 出钱又出力 奶奶下葬那天 几成说以后我来照顾你 我抱着她 哭了好久 和几成在一起的这些年 她慢慢教诲我 可以发脾气 可以依赖她 可以不用一直勉强自己 是她让我相信 我也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 我看着车窗外许久 终于平复了心情 跟几成说 我饿了 想撸串 几成看我恢复过来了 宠溺的笑了笑 没问题 哥请你 方慧玲被接二连三的拒绝 我妈也没在我这里捞着好 我以为他们会就此消停 没想到方慧玲还越挫越勇 方慧玲从继续毕业之后 一直游手好闲 什么工作都干不长久 可是一周后 我却在公司前台看见了她 我一打听才知道 我妈去求了我的领导 给方慧玲安排了工作 我在公司是连续三年的销灌 总经理周震也算器重我 而家丑不外扬 周震并不知道 我和我妈的关系很僵 跟这个继妹更是没啥关系 所以她答应了我妈 让方慧玲去做了前台 算是卖我的人情 以防我跳槽 本来这件事情也没啥大不了的 她做她的前台 我跟她也可以井水河水 互不相干 可是方慧玲刚到公司没几天 就不安分了 她把我在公司的人际关系 弄清楚之后 就跑去四处造谣抹黑我 说什么我大学的时候 出去做过陪酒小姐 还说我抢了她男朋友 才得以嫁给现在的老公 销售人员之间的竞争压力大 不乏一些好事之徒 这种谣言很快传开了 起初这些事情我是不知道的 我是销售 经常在外面跑 在公司待的时间少 可是月底 周震把我叫了回去 说是让我提交报表 明里暗里却在点我 业绩再好 也要注意私生活带来的影响 我听了云里雾里的 还是无意中在厕所隔间里 听见了几个小姑娘的议论 才知道我的谣言 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了 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当下给几成打电话 让他来一趟我的公司 笑话 我还不信了 我的老公 凭他一张嘴 我还成小三了 半小时候 几成出现在公司前台 方慧玲热情的跑过去 嘴里一边喊成歌 一边想去玩几成的胳膊 我让组里的小徒弟 一直在前台守着几成 来了跟我说一下 小徒弟见了这场景 慌慌忙忙的跑进办公区 小声在我耳边嘀咕 姐夫被前台绊住了 我撇嘴笑了笑 说大声点 小徒弟一脸紧张的表情 愣是不敢大声说话 我冲他眨眨眼 没关系 大声点 就是要让大家听见 小徒弟这才心领神会 提了一口气道 师父 姐夫跟前台拉拉扯扯的 您快去看看吧 我立刻在脸上 摆出震惊又气愤的神情 走 去看看 不出所料 办公室里的好事群众 纷纷跟在我俩身后 风风火火的往前台走 刚走到前台 我就看见几尘 一脸不耐烦的对着方慧玲 我这西装挺贵的 别碰 我回头看了看人群 人也来的差不多了 我走上前去 拉住几尘的手 几尘 你说我是你的初恋 可是方慧玲却说 我是你俩的小三 有这回事吗 几尘跟方慧玲纠缠一会儿 人本来就不好看 这下就更加生气了 她的语气很是不好 方小姐 我初中高中都是什么重点 大学也是985 你应该念的绩效吧 请问我们的人生中 有过任何交集吗 身后的人群中 传来嘻嘻嘟嘟的议论声 方慧玲的脸瞬间白了 可依旧委屈巴巴的 咬着嘴唇说 那又怎样 爱情又不分先来后到 你跟蒋瑞回家之后 明明就对我很好 你敢说不喜欢我吗 几尘冷哼了一声 语气像脆了冰一样 我当然敢 你听好 我看不上长舍妇 更不是你男朋友 我跟你有任何接触 都只是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 请自重 请自重三个字 几乎是被几尘咬着牙说出来的 小徒弟见状 很及时地感叹道 诶 慧玲还真是 普通又自信呢 我向小徒弟 投去一个赞许的眼光 身后的人群 顺着小徒弟的思路 纷纷开始复盘 自己这几天 如何被方慧玲带跑了 我说呢 蒋姐和她老公 一直这么安爱 怎么会是小三呢 就是 我之前跟蒋瑞一个大学 人家读书的时候 就在一起了 闹了半天 是前台想插组别人婚姻 还在背地里 说人家坏话呀 方慧玲的行径被拆穿 无从争辩 只能铁着脸 站在原地被别人数落 这场辟谣的戏都快唱完了 周震才姗姗来迟 她叫散了人群 留下了我 几尘 方慧玲三个人 周震对于我的处理方法 非常不满意 也不追问前因后果 先对着我一通说叫 小蒋 你不能因为业绩好 就为所欲为吧 这些都是你的家务事 非得闹到公司里面来 听了周震的话 我心里很是纳闷 之前明明是她说 让我注意影响 这会儿我快刀斩乱马 也只是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 但周震现在的做法 明显是在维护方慧玲 几尘看不惯周震 言之凿凿的样子 周经理是吧 我是蒋瑞的老公 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方慧玲造谣重伤 周震打断几尘的话 蒋瑞的老公又怎样 这里是公司 不是你家 周震不知道 继承的公司 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 几尘刚创业的时候 公司体量小 很多公司不愿意接她的单子 我在公司做销售 帮她扩宽渠道 现在 继承的公司做起来了 依旧在我们公司采购 我算是沾了继承的光 连续三年成为小管 只是几尘为人低调 签单子都是让下属来做 也不让我的同事们 知道她是假方爸爸 几尘本来想跟周震讲道理 结果背对了回去 心里很不痛快 我看出来 她想拿周震开刀 连忙拉住她 对着周震道 行 经理说的对 我一会儿还要出去签个单 就先走了 说完 我拉着几尘就走了 电梯里几尘问我 这个周震和方慧玲是什么关系 我冲几尘笑了想 你也看出来了 刚刚几尘和周震说话的间隙 我看见方慧玲对着周震 露出一个暧昧的笑容 虽然是一闪而过 但我依旧敏锐地捕捉到了 而周震那个时候赶过来 其实就是帮方慧玲解围的 几尘皱了皱眉 问道周震结婚了吗 我答 我记得是结婚了的 公司年会她老婆还来过 我看向几尘 明白了她的意思 几尘的话让我想起 去年过年回家 方慧玲的气色很是不好 肚子也比往常大 我跟她向来不熟 也没多问 现在想想 她怕不是怀孕了 可是如果怀孕了 为啥不见她把男朋友带回去呢 后来也没见她把孩子生下来 老公 你说方慧玲在家里住得好好的 为啥突然要搬出去住 还非要买房子 她最近的行为的确很反常 我让人去查一下 免得她被地里搞什么幺蛾子 我钻进几尘怀里 点脚亲上几尘的唇 还是老公靠谱 兴许是周震的缘故 方慧玲在公司出手之后 也没有辞职 虽然她安静了不少 可周震却开始给我穿小鞋 我们组的销售单 她迟迟不给签 不给走流程 我们申请的大客户折扣 总是被她驳回 我从几个月前就开始申请升职 本来一切顺利 却突然被她卡了 需要重新审核 周震这一做妖 我们组这个月的业绩惨淡 我的小徒弟害怕交不起房租 每天上班都没有笑容 我的签单再一次被周震驳回的时候 我直接推开了她办公室的门 她正在打电话 不知道和谁亲亲我我的聊天 见我进去 周震匆忙挂了电话 语气很不好 蒋瑞不敲门就进来了 有什么事吗 我直言不会 周总 我们组的销售额必来是最高的 签单也是优先审核 现在出了什么问题吗 要被一再驳回 周震倒也是不慌不忙 小蒋 做人做事都要沉得住气 公司现在正在更新审核流程 你提交的单子都有些不规范呀 驳回了 你们就在改改吗 我冷笑一声 我们的单子 按照范本改来改去依旧过不了 其他组倒是不见驳回修改的 请问周总 这到底是单子的问题 还是您的问题呢 周震文言 拉下脸来 蒋瑞 你这话什么意思 自恋意思 周震撇了撇嘴 刚才还装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现在也不端着了 蒋瑞 我不妨告诉你 只要我还是总经理 单子怎么审 什么时候审 就是我说了算 这才是实话 周震就是仗势欺人 我也不客气 行 周总 那我就祝您能够一直稳稳的当这个总经理 说完 我推门离开 恰好看见方慧玲从门口经过 她一脸得意的笑道 姐姐 爱逊了呀 我还以为高材生有多厉害呢 不也要看人脸色 我瞥了她一眼 至少我不用借着别人的人情去找工作 还甜不知耻的不知感恩 方慧玲脸上笑意全无 这工作是妈帮我找的 我要感恩也轮不上你 我不再跟他废话 转头走了 晚上回家 我气的饭也没吃两口 几成看着我的样子 把筷子放了下来 逗我道 哎呀 老婆大人不吃饭 我也吃不下了 看着几成的样子 扑斥一下笑了 几成把我搂在怀里 老婆大人 说说看呗 谁欺负你了 我把周震那些小人行径 一股脑说了出来 我气愤道 我真的气不过 以前没发现 周震不仅是渣男 还是个恋爱脑 几百万的单子 他为了一个方慧玲 竟然给我驳回了 几成轻轻拍着我的背 让我消消气 一边说 老婆 这个事情 也许我能帮你 我望向他 啊 你怎么帮呀 几成拿出他的电脑 给我看他之前 对方慧玲的调查成果 其实方慧玲当小三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他傍上一个 上市公司的副总 真的怀过孕 那个副总承诺 只要他生下儿子 就离婚娶她 可是还没等方慧玲 生下孩子 那个副总的老婆 就找到了方家 带着一帮人打上门去 那些人不仅把家里 搞得乱糟糟的 还把方慧玲打到流产 我妈之后 在医院照顾了她好久 方慧玲的事情 在小区闹得沸沸扬扬 那之后 她就不大回家了 想来 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妈和方健 在那个小区 也住不下去了 所以才要来找我 给他们买房子 只是他们应该不知道 那个副总跟方慧玲 在一起的时候 给了她一大笔钱 足够付个首付了 我看着手里的资料 对几成道 老公 你说这个副总的老婆 知不知道 她老公给了方慧玲 这么一笔钱呢 几成意味深长 估计不知道 我侧过头 看向几成 那咱们让她知道知道 毕竟是夫妻共同财产 她有知情权呀 几成点点头 没问题 月底 我公司的大老板 来销售部视察 明面上虽说是例行检查 但大家都知道 这趟是为了什么 周震这个恋爱脑 压我太多单子 这个月 销售部的业绩直线下滑 她周震把职场当过家家 老板可不会惯着她 我走在大老板身后 听着她话里话外 都在询问销售部 最近有什么情况 为什么业绩不行了 周震紧张得满头冒汗 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余光还不断地打量我 生怕我上前告她一撞 也就是这个时候 前台传来一阵动静 打断了老板的问话 周震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众人闻声 纷纷往前台聚过去 大老板也跟着走了过去 前台 方慧玲和一个女人 正扭打在一起 那个女人一边扯着方慧玲的头发 嘴里一边骂 我家也没啥力气 她看见周震赶来 立刻求助道 周总帮帮我 见了这样的场面 周震刚刚放下了一颗心 立刻悬了起来 几个眼尖的同事 很快发觉事情的端倪 哎 那不是周总的太太吗 天啊 那方慧玲岂不是和周总 我的小徒弟突然醒悟一般 之前方慧玲和蒋瑞姐有过节 周总这个月压了我们的单子 莫不是在为方慧玲出气 我看向大老板 她的脸色很不好看 望向周震的眼神 真是恨不得给她一拳 前台乌烟瘴气 在场面闹大之前 安保人员上前来 拉开了方慧玲和周震的老婆 眼见场面刚刚收住 一个穿着华丽的女人 却踩着高跟鞋 来到公司门前 她二话不说 走到方慧玲面前 抬手就是一巴掌 周震这个恋爱脑加啪耳朵 脑壳兴许真是被门加了 自己的老婆出手时 她不敢出头 这下她倒是有了胆子了 走上前去 护在方慧玲的面前 你是谁 跑来公司闹事 可那个富婆看都不看周震 我是谁不重要 我是来要债的 只要方慧玲把我老公 给她的一百万还回来 我立刻就走 周震闻言 愣了半天 转头看向方慧玲 什么一百万 她是谁 方慧玲拉住周震的袖子 眼含热泪 委屈巴巴 郑哥 我不认识她 周震的老婆看了这一幕 正脱开保安 跑去上把周震拉到一边 反手就是一巴掌 老实带着 关你屁事 富婆笑了笑 拿出照片和转账记录 还真是给脸不要脸呀 诺 这是你和我老公出轨的照片 这是我老公给你转账的记录 你不想承认也可以 我也算是先礼后宾 今天是我来通知你 明天来的可就是法院的船票 你自己看着办 吃瓜群众 一片哗然 大家都震惊方慧玲的绿茶手段 反观当事人 周震发现自己被欺骗了感情 贪坐在原地 周震的老婆 一边笑看小三被打 一边查看周震的各种转账记录 而富婆就是富婆 气场一米八 撂下狠话 转头就走了 我回头看去 人群中 早已没了大老板的声音 这场闹剧之后 周震和方慧玲都被辞退了 那天的事情 也不知道被谁发在了网上 他们之后要在本市找工作 怕是很困难 我重新被交了升职申请 很快就被审核通过了 而且是连升两级 直接取代周震 当上销售部的总经理 我签劳务合同的那天 大老板试探的问我 小蒋 你和你老公感情一直很好的对吧 家庭很和睦哈 那天的名场面 看来给老板留下了沉重的心理阴影 我笑了笑 老板放心吧 我和我老公非常好 实不相瞒 我老公就是陈瑞实业的老板 是我们公司的客户 我老板闻言 正了正 你是说几成 我点点头 本来这个事情我是不用说的 可是进入管理层 领导聚会我也要参加 你应该会看见我和几成走在一起 所以我先跟你说一声 老板好像还没反应过来 只默默的点了点头 老板 那没什么事 我就去工作了 说完 我走出会议室 没等我走到门口 老板跟着我出来 小蒋 我想了一下 你的办公室要不要重新装修一下 还有呀 你要不要问几成 我们公司新到的那批木材 他要不要采购的 我笑着看向老板 老板 办公室不需要装修了 那批木材 我已经拿到陈瑞实业的签单了 另外 在公司我是您的属下 工作上的事情 我都会好好做的 您别这么客气 听了我的回答 老板才满意的点了头 小蒋 好好干 是 老板 我升职加薪 早早下了班 回家去慰问大功臣 几成爱吃我做的水煮牛肉 和香辣提花 这两道菜是奶奶教我的菊血 只是最近事情太多 好久没有给几成煮过了 几成回家的时候 菜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香味扑鼻 几成从背后抱着我 头放在我肩膀上 是谁的老婆这么好呀 厨艺缠哭隔壁小孩呀 我笑了笑 隔壁小孩哭没哭不知道 你的口水快流到锅里了 几成装模作样的撅起嘴 这可不能怪我 是老婆大人 做饭太香了 我和几成有一搭没一搭的闹着 门铃响了起来 打开门 是我妈带着方剑找上门来 老两口进门也不换鞋 静止走到沙发上坐着 几成端出两杯水招呼道 妈 方叔 有什么事情吗 我妈也不管弯抹角 蒋瑞 你妹妹跟人家打官司 要赔一百万 你知道吧 我和几成互相看了一眼 我道 她以非法途径拿了人家的钱 就该还回去呀 我妈瞪着我 语气严厉 什么非法途径 谈恋爱的时候 男人不都得花点钱的 听了这话 我哭笑不得 妈 您知道她跟什么人谈恋爱吗 有父之父呀 您都不觉得这有问题吗 我妈不一 不管她有什么问题 那是你妹妹 你得站在她这边 我见她这副模样 想起之前 她来劝我和继承离婚的样子 我问道 如果她要谈恋爱的人 是我老公呢 你也要护着她 让我站在她那边 我妈没想到我会提着茶 看了看我 自知理亏 只能沉默 方剑把手搭在我妈的手上 示意她消气 而后对我道 瑞瑞 你妈不是这个意思 她脸上带着笑意 语气客气 其实我们今天来 是想请你帮帮玲玲 她官司打输了 要赔钱 可是她拿不出来啊 我有些诧异 拿不出来 方剑叹了一口气 她被家里惯坏了 花钱大手大脚的 这一百万 早就被她花光了 原来如此 这老两口找我 除了钱 从来也说不出别的什么 我不会给她钱 我语气坚决 我妈文言 蹭的站了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 蒋瑞 你说什么 你真是白眼狼 自己家人都不管了 几尘见状 挡在我面前 跟我妈相对而立 妈 谁是白眼狼 谁是家人 您倒是理清楚了再说 我妈一巴掌 打在几尘脸上 我和我女儿说话 有你什么事 我拉开几尘 抚摸上她的脸 几尘向我摇了摇头 示意她没事 她这一巴掌 彻底把我惹毛了 我冷言看向我妈 妈 要说白眼狼 还真是有的说了 我爸刚走 你就把房子卖了 改嫁他人 我和奶奶一分钱 也没拿着 后来 我的抚养费 你也总是推三阻四 让奶奶一把年纪 还出去给别人当保姆 赚钱养我 而后 奶奶去世 你更是不闻不问 你倒是说说看 到底谁是白眼狼 我妈被我一番话 说得哑口无言 我继续道 至于家人吗 奶奶去世之后 我就只有几成一个家人了 这些年 我看在你生我一场的份上 依旧给你打钱 可你什么时候 跟我讲过半分亲情 你甚至帮着方慧玲 来窜夺我离婚 你真的拿我当你的家人吗 我这些年 从来没跟他讲过重话 但现在讲到了气头上 语气越来越重 我一边说 一边压着心里的委屈 把眼泪生生憋了回去 几成站在我的背后 搂住我的肩膀 轻轻捏了捏 他就是这样 不管发生什么 总是在我的背后 总是给我支撑 我们四人陷入沉默 相对无言 方健看着势头不对 出来劝和 他和颜悦色的对我道 瑞瑞 你妈这是气话 你怎么也别带进去了 见我不搭理他 方健找不到 瑞瑞 看在我的面子上好吗 之前你读书需要钱 方叔不是也帮了你吗 这会儿 你帮帮林林 我感觉自己 像听了一个笑话 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方叔 您还记得高三的时候 我和奶奶 去找您借学费的那次吗 您喝了两杯酒 非让奶奶给你跪下 才肯借钱给我们 方健听了这话 脸上一下煞白 瑞瑞 那是方叔喝醉了 我打断方健的话 即便如此 我也依旧记得你的情 你去做传销 赔钱被追债的时候 我帮你补了哭了 你跟别人都很打架的时候 伤了人 我帮你赔了钱 摆平了事情 你字字都说 让我们别告诉我妈 不能让我妈伤心 这些事情 您现在怎么不提了呢 我妈听了这些话 睁着眼 愣愣地望着方健 这些话不告诉她 她还真的以为 这些年的安生日子 是因为她找了个好老公过赏的 我打开门 对她骂人 你们走吧 我不会给你们钱 我妈走出房门 回头望向我 眼里似有一丝愧疚 瑞瑞 我看向她 妈 既然我小的时候 你就不想过问我 以后咱们也少联系吧 说完 我关上了房门 我妈走后 我扑在几尘怀里 哭了好久 几尘紧紧抱着我 轻轻拍着我的背 她知道 我需要发泄 而她能为我的做的 也一直在做的 就是坚定地陪着我 我哭着哭着 抬起头看向几尘 几尘 我们生个宝宝吧 几尘对我没来由的一句话 有些懵 我看向她 抹了一把眼泪 语气严肃 你会是一个好爸爸 而我也会努力 成为一个好妈妈 我因为人生家庭的影响 一直不敢生孩子 我害怕自己 不会是好母亲 几尘望向我的眼睛 有的话 我不说她也懂得 她知道 我想要很多很多爱 我想要一个美满的家庭 这是我的遗憾 也是我的期许 几尘点点头 把我打横抱起来 好 咱们生个宝宝 这下 换我懵了 我拍着她的肩膀 还没吃饭呢 几尘吻上我的唇 先办大事 我笑了笑 回应几尘的吻 人生短暂 我不要再把时间 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 我要用力去爱 那些值得我爱的人